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也都有自己的是非观 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我们自己说的是对的 比如说昨天晚上有一个养殖业的老哥哥跟我说 说红帮主 如果我们当地包含我在内 联合所有养殖业的这些人 把价格卖高价 我相信我们的养殖业就会好了 类似于这样的观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更多的来听说过 打个比方 你会发现员工当中总会有这样的一批聪明的员工 然后穿梭所有的员工说说 咱们一定要联合在一起 要涨工资 不涨工资的话 我们就集体辞职 这家企业就干不了了 然后的话呢 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供应商联合在一起 说我们就不给这家供货 我们这些供应商就不给这家供货 这家公司就已经黄了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局部和整体的 这样的一个是非观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总是站在一个局部的范围来考虑这个系统而复杂的这个整体时 你一定会变得小聪明 也就是我们农民所常说的叫做狗户时的一种小聪明 因为你只是看到一个庄园 你没有看到这个打钱的世界 我们为什么一直说狼性的话 因为狼看到的是整个森林的属地 他有一个森林属地的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农民 这个养殖业这个哥哥 你想过没有 你即便垄断了你当地的养殖业的供应链 暂且不说这些人能不能够按照你的方法来 比如说出租车 大家都说我们出租车要涨价了 总有一些人开私下里面开出租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你暂且认为这件事情你可行 那么你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 也就是说 你生产这个养殖业的这个产品 不仅仅是你本区本国还有全球的 现在互联网共享经济一体化 全球经济一体化 我们可以购买国外大量的 而且又便宜又好的产品 所以现在我们的养殖户 我们的中小企业还是这种思维 那一定死定了 你就没有是非观 你说的一切都是什么 都是没有是非观的 一个没有是非观的人 你怎么会做好生意呢 再有我想对那些员工说 我们一起来团结 把这个企业绑架了 搞一搞吧 你会发现企业当面临着问题的时候 总有一套解决的方法 打个比方 我无法管理了 我不会管理了 那我就不管理了 我可以外包 现在所有所有的企业 全部走这条路 很多情价都是走这条路 比如说我不会编程 好我找一个外包的 我不会做电子商务 我找一个能会做的 我不会做电话行销 我也不用招这些电话员员 也培训他们 我找一个外包的 对吧 专业的公司 算专业的事情 现在的分工 已经不是停留在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了 说你是做文案的 你是做电销的 你是做策划的 你是做销售的 你是做咨询的 人与人之间的分工 已经out了 现在变成什么呢 变成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分工 团队与团队之间的分工 这个团队就是玩电话的 那他牛逼 这个团队就是玩电销的 这个团队就是玩运营的 这个团队就是玩小程序的 现在团队之间的运营 都已经共享了 你想一想 我妈的员工还要有这种思维呢 那我认为 这个就是没有什么 没有是非观 至于是非观 我们今天讲的也非常清楚了 就是说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不同 是他站的角度不同 比如说你站的角度过于局限 就像我们做调查分析报告似的 对吧 你到一个地方 调查分析了十个案例 然后呢 你得出了一套结论 可是呢 麦当劳和肯德基 在一个地方可以做三年 无数个案例 最后他选址 他成功了 所以呢 这就是局部和整体之间 决定了你的是非观 如果一个人 他的观点不能够站在 整体上来思考 那这个人一定是失败的 最基本他是痛苦的 打个比方 很多人都说 说哎呀自媒体不行啊 我们为什么要做自媒体呢 你没有站在这个整体上来看 不管是新零售 还是社交化电商 还是粉丝经济到社交化经济 未来一定是什么的 一定是你自己品牌影响力 这个IP值是你的创业的根本 你以前是靠产品要营销推广 忽悠承诺来卖产品 后来呢 你发现哎 这种招数不行了 我们得有点粉丝 然后你卖给你的粉丝 现在粉丝也不可以了 你要什么呢 你要有一种互动 跟你的粉丝 形成价值观的互动 然后呢 才能形成经济 对吧 所以呢 当你看不透这个时代的发展 看不透这个商业逻辑 背后的大的整体系统 和趋势的时候 你看什么都是错的 你看什么都不适合于你 你看什么都是认为 嗯 这个小子又在扯淡了 我是孙文贺 每天一点点 欢迎大家关注我